而借着县议员蒂布斯一赖则是表示 担任县议员之后就积极争取部落的聚会所从吴道友 也是他长期以来所关心的议题 还有就是学校图书馆的兴建 学校设施的更新以及原民四大建设案 也希望县政府能够持续的推动妥善规划以及实现 欢迎县议会小辣将蒂布斯一赖肯定现在许申委对原民政策的落实以及关心 也相信他从一句原意都不会成为能够原以来报告的首长 而这些最后一次的大会 他要求县府主要举入上台缴出实证的成绩单 再补充未来要努力的方针 今天直询的重点主要是把我过去对于县政府的要求 一一再次提列出 包括了聚会所的追踪 包括了原住民的各项文化建设 或者是文化品牌的再提升 还有就是对于学县长的实证主族来做探讨 所以我今天请各局处出来说明他们实证的一个主族 而且目前的进度如何 比如说像聚会所我在议会咨询的时候 107年花年式一个聚会所都没有的情况之下 到目前已经解决了三座聚会所已经落成 包括了大本聚会所 耿东玉聚会所 跟吉保冠聚会所 包括了两个现在正在设计规划中的 就是拉苏丹聚会所跟吉普聚会所 另外撒固尔部落聚会所 经过我9年的努力新办事业计划的一个修正 跟花年施工所团队合作 跟县正府团队合作 终于突破瓶颈 所以撒固尔部落聚会所经过9年 今年终于发包 那另外还有就是 这个巴尔巴兰部落聚会所的土地已经会堪当中 另外还有四座还在努力当中 另外我在耿东玉聚会所 部落聚会所的这个落成点点的时候 跟你这样主委提到 目前所有的新建的经费 其实是不足的 而且是严重不足 希望明年滚动是检讨 每座聚会所都能够超过2000万的一个经费 那也希望县府能够补助新城乡 三个聚会所包括了嘉欣 包括了大德 包括了华阳部落三座聚会所不足的250万 也希望它能够补足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 伯部落的聚会所是在我上一任的 这个议员的提案提出的 那目前呢卡在了所谓的土地一波 也希望呢 县政府能够努力的赶快来完成 另外呢就是拿捣乱部落聚会所 从我上上界开始来争取 希望明年滚动是检讨 能够把南宜昌并入 然后3000万的经费能够到位 也希望徐县长呢 在未来对于原住民的施政的部分 能够以原住民文化为主体 但是要创造部落最大的利益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 目前针对的四大的这个建案 包括了湘海剧场 包括了阳光电程的文化旗舰店 包括了这个风雨计划 还有泰巴拉的祭祀广场等等 这个里面呢最重要的是软体的建制 希望了原型处能够赶快把软体的规划呢 在硬体完成之前呢都能够完成 然后不要让这些地方变成文字馆 更重要的是台湾原住民文化馆的活化 是不是能够如期的进行 现在迪布斯里他表示 但是在他的努力之下部落局会所从武到有 也是长期关心的议题 还有就是学校图书馆的兴建 学校设施更新以及原民四大建案 也希望幸福能够持续推动 陀山规划以及实现 基督教育华车步道